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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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8月18日 104财经科专题演习 有Essa 陈雨提先 和大家看看大事走势 未债息率回升,美股收额 港股今日也跟跌 見到行事高开69点迅速转跌 前日最多跌246点 收报19763点 跌158点 跌0.8% 而国际方面 收报678点 跌54点 跌0.8% 另外科子收报4192点 跌46点 跌1.1% 但市成交金额继续不足千亿 只有893亿元 我们见到大事低迷 但啤酒股份易均突起 华人啤酒创到一个月新高 收报58.7 推升4.8% 亦是今天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份 白威亚泰和青岛啤酒 分别升到1.3% 和1.9% 见到啤酒股份有比较好的表现 不如在专题演习部分 都来和大家看看华人啤酒 我们马上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好 来到我们专题演习的部分 先和大家 其实都不用再揭晓了 刚才都说了 就是要说华人啤酒 华人啤酒这一只股份 今天升了4.8% 其实在业绩上 都公布了一份不错的成绩表 首先就是上半年的核心症利润 案件提升了两成 业绩都是胜过预期的 见到有很多间大行 包括大和花旗等等 其实都纷纷将它评级做买入 另外一方面 见到其实今次这份成绩表 为什么可能容易令到这些大行 那么起出望外呢 因为本身就已经有个高基数效应 就是在一个高基数效应的影响之下 上半年的核心除息随着 构及摊消前利润 依然可以按年升到1.7% 收入亦都增长到7.7% 无理率又按年持平在4.2% 大家就会展望下半年是低基数效应 那是不是他们可以有一份更好的成绩表 交给大家呢 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大家会比较恩惠的地方 但是也要看回 因为现在比如说 啤酒的高峰期 或者上行周期 通常在夏天 就是现在这时候 没错 因为你天后很高 喝一口啤酒也会开心一点 但是今年 有什么额外因素 再刺激到它向上 就是这个 都是这个高温 但是是異常的高温 我们昨天报告过的高温 就是为什么电力股 向上炒 其实都是一样这么理好的 就是这个高温 但是这个高温 不是普通你香港 我们现在感受到的那种 你知道吗? 内地的一些地方 是超过40度的 真的难以想象一个 水平的温度 那么大家再进一步 刺激到这个啤酒的销售 而且再加上 它的主要成本 就是一些 铝啊 和玻璃啊 就是一些大麦啊 你说那方面 我想起 包装成本 包装成本 也是 因为这一期 就有少少下降了 其实因为之前 冲得太高 对 因为年头的时候 太夸张了 尤其是那些旅观 那些旅价 哇 真的突破了新高 那现在有些回落了 那令到他们的成本 压力都相对减少了 是 还有呢 同一时间 华人啤酒呢 他们都积极开发 这个国内的生产大麦 嗯 那你始终如果你国内 有一条生产大麦的 一个渠道的话呢 那你不用依靠国外 嗯 那你始终你靠国外 你要运费啊 各行都相对会贵一些 嗯 那另外呢 其实看回第二季 他们有面对过一些挑战的 就因为疫情肆虐了 那所以华人啤酒 其实是生了它部分的 这个 这个豆店销售渠道的 那所以其实 令到公司的 那个高端化的进程 其实受了少少的影响 或者抑制了 嗯 那另外刚才提到的 一些可能玻璃啊 铝等等的包装 材料呢 都很高的 那个成本 那都为他们 带来了压力的 那但是因为 好像刚才这样说到呢 就是那个包装成本压力 其实应该会在下半年 有少少的降低的 那他们的开支比率 可以相应下降 加上防疫措施又放宽了 那所以刚才说的 几个不利的因素呢 有机会在下半年 会得到一个缓解 那另外呢 他们做这个高端化的进程 都是很受大家的注目 那其实他们这个高端化进程 虽然说呢 就是刚刚过去这个季度 是受到少少的影响 但是其实他们整个进程 应该是要持续5到10年的 那所以长远地去看的话 其实应该是可以慢慢重拾 他们那个高端化的趋势 嗯 再加这个传统王贵 这个炎下高温的天气 刺激他们的销售 啤酒的销量 所以大家应该都会憧憬 那个需求的提升 也可以支持公司的表现 嗯 那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 就到这里差不多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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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去吧